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信用评级机构目的天天发布报告 江安省债务展望评级有稳定下调至负面 确定评级维持在AAR 美国反恐部门接获情报纸 中东基地组织分子研制出可避过机场安检的炸弹 要求外国机场加强直飞美国航班的保安检查 反而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7月3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安省省都翁立 今天在立法会颁布施政报告 这是自由党赢得多数政府之后 首次发布议事日程 此次颁布的施政报告当中的大部分内容 已经在早前的预算当中提及 其中主要措施包括 10年拨款290亿元建造公交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 25亿元的企业补贴 旨在将商家引入和留在安省 自由党省议会领袖纳奇表示 党派将与反对党合作 尽管自由党现在并不需要反对党的支持便能通过法律 自由党还承诺在三年内消除安省125亿元的赤字 但需要政府控制开支 施政报告重申 自由党在财政负责上的承诺 以及毫不动摇的信念 要在2017到18年平衡预算 因在省选中失败 胡大克在昨天正式辞去进步保守党党魁职务 在当选议员宣誓就职的仪式当中未见胡大克露面 他此前承诺会留任尼亚加拉西格兰布鲁克省议员职务 自由党的纳维克再次当选议长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天发布报告 将安省债务展望评级稳定下调至负面 确定评级维持在A2 穆迪称下调展望评级 因为关注安省政府能否在2017到18财年度 消除125亿元赤字 此外 安省的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而债务增长却高过预期 穆迪警告 要增加收入和进一步控制开支 政府将要做出相当大改变的行动 对此 安省财政厅长苏善民表示 执政自由党已经控制开支 正研究可以节省更多钱的方法 他又说 多个评级机构 以致向政府贷款的银行 都不担心省府的债务水平 苏善民表示 真正的问题 是省府的收入未达到预期 而他坚称 银行没有感到不安 苏善民又说 执政自由党 不会为平衡财政预算削减公营部门职位 他相信可以在无需采取极端措施的情况下灭斥 此外 安省自由党将在本月14号出台预算案 省长维恩表示 相对于5月1号推出的预算案 新预算案将不会做出重大改动 加国方面 首先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 2014年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 结束了第二场女单半决赛的争夺 赛会13号种子 加拿大的新秀布莎尔延续良好状态 虽然他先后浪费了5个赛点 但最终还是以7比6和6比2完胜3号种子哈勒普 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了大满贯女单决赛 以一盘未失的战机杀进决赛的布莎尔 将和6号种子科威托娃争夺冠军 后者在率先结束的比赛当中直落两盘 淘汰了同胞萨法洛瓦 阿圣卡尔加里一名5岁的男童和他的外祖父母 上周末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男童的父母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声泪俱下 呼吁公众协助寻找失踪者 失踪的5岁男童奥布莱恩和父亲罗布 以及母亲詹尼弗 周三连同警方召开记者会 调查人员证实 失踪的66岁外公阿尔文 以及53岁的外婆凯瑟琳 曾于6月28号和29号在他们位于卡尔加里 西南部的住所举行了一个私人二手货拍卖会 奥布莱恩与父母及兄弟曾经在拍卖会上帮忙 而奥布莱恩当晚留宿于外祖父母家里 第二天母亲詹尼弗来接他时 发现三人同时失踪 据悉失踪的老夫妇一年前已经出售限制房屋 并且租回来居住 他们正准备搬往爱德蒙顿居住 所以出售家中物品 以便搬迁 警方周三呼吁 曾经在拍卖会上购买物品 或参加拍卖会的人联络他们 市警透露 他们希望市民可以提供购买物品的照片 让调查人员可以对比目前在屋里的物品 希望从中找到线索 不过他们迄今 没有确定三人失踪是否与拍卖会有关 再来看 涉嫌在上月4号在新布鲁瑞克省的蒙克顿 枪杀三名皇家骑警 并且射伤两人的疑犯布尔克 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精神评估 并在月底再次过堂 24岁的布尔克目前面临三项一级谋杀罪名 以及两项意图谋杀罪名 他今天在蒙克顿省法院过堂 期间没有说话 法庭批准了布尔克的辩护律师所提出的请求 准许其进行精神评估之后 再继续本案的审理 上月4号 布尔克在蒙克顿市杀死了三名皇家骑警 并射伤另外两人 经过与警方30个小时的对峙 布尔克最终缴械投降 卫市省运输厅宣布 提高该省35个偏远地区公路的时速限制 覆盖该省1300公里的路段 时速限制提高到90公里到120公里不等 同时省府将加强票控慢车站快线 不合格的冬季车胎安装等情况 卫市省运输厅长斯顿在内陆锦路表示 运输厅早在去年11月开始 在本省八个地区 包括温哥华 智利域 锦路等地 举行公众咨询会 搜集意见 制定改革措施 研究发现 有81%的低陆平原居民支持提高道路时速限速 而支持提高时速限制人数最少的温岛 也有超过半数的省民认为需要提高道路最高时速 运输厅也会加强票控慢车站快线驾驶者 要求驾驶人除非要超车否则请靠右 多设指示牌 提醒速度慢的司机 不要将车留在快线 其他措施还包括 在指定地区 车辆需在冬季安装合格雪胎才能行驶 在内陆地区开展试验计划 减少车辆与野生动物发生碰撞的机会 好 下个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 将为您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 恒盛汇队专业换汇 快速汇款 网购代付各种货币兑换 特快人民币双向汇款 保证安全无额度限制 在本公司存加币美元等多种货币 在中国或任意国家可同步获得所需货币 恒盛汇队在塔尔加里 多伦多均有分社 大温房产 3月27日 WOW TV隆重推出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时机追踪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大嫂 我明白你的心意 明天就是大理 去我公司上班 你可真是我们家救星啊 那是得找我 您的所有的过程我门清了 那太好了 这崔家寻清的新闻是你挖掘的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是MBA毕业的 我可以去大学里教竞技大转 那你说我是蓝领还是白领呢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反恐部门接获情报纸 中东基地组织分子研制出 可以避过机场安检的炸弹 要求国外机场加强直飞 美国航班的安检 美国反恐部门表示 叙利亚和也门的基地组织成员 可能在联手打造 有机会避过机场安检的炸弹 当局担心 武装分子将炸弹带上民航客机 由中东 欧洲和北非 偷运到美国 甚至企图炸毁飞机 也门的基地组织成员 曾经多次策划 飞机炸弹袭击阴谋 部分炸药更收藏在内衣 或影印机碳粉盒当中 难以侦测 有美国官员担心 如果武装分子成功研发出 非金属制的炸弹 再经手术植入人体 几乎没有办法检测出来 美国当局要求多个 有航班直飞美国的外国机场 和航空公司加强安检 除了加强检查行李和电子产品 更会随机为乘客搜身 未来多日会与多国研究 如何落实措施 今年大西洋首个飓风 阿瑟形成正趋向 美国东部沿岸 阿瑟掠过南卡罗来纳州沿岸 风力时速最高超过130公里 预料当地时间周四到周五 会掠过北卡罗来纳州沿岸 带来大雨和超过一米高的大浪 气象部门预计 阿瑟之后会吹袭美国东部 再在本国延岸登陆 由于美国正值国庆节假期 不少人屡城受阻 当局呼吁民众举行庆祝活动时 要加强防范 美国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 上个月失业率跌至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水平 美国非农业就业职位连续五个月都增加超过20万份 表现是90年代后期 科网股泡沫爆破以来最强劲 单季上月就增加28万8千份 远多过市场预期 意味过去12个月 当地已经创造了近250万份新工作 六月份失业率降至6.1% 创近六年来新低 美国同天也有其他多项数据公布 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略多过市场预期增加2000人到31.5万人 供应管理协会非制造业指数 六月份回落至56 市场原先预期会维持不变 贸易方面 五月份贸易逆差大约444亿美元 少过经济师预测 按月收窄50% 出口有跌转升 达到1954亿美元 创造了新高 期内对中国贸易逆差 则扩大至超过287亿美元 巴西圣保罗有玩具仓库发生了大火 当局称不会影响世界杯举行 大火在当地星期三晚发生 火事十番猛烈 暂时没有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当地官员指 起火的玩具枪仓库 距离旅游区和世界杯比赛场地 有一定距离 不会影响到世界杯进行 当局派出超过20辆消防车 以及160多名消防员灌旧 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法国总统萨科奇 否认贪污和妨碍司法公正 批评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萨科奇因为涉嫌 以权谋私行贿等 星期二被当局扣查16小时 他获释后 立即接受电视台访问反击 否认违法 并指当局高调及长时间扣查 是想羞辱及摧毁他 部分司法体系已经沦为政治工具 萨科奇被指非法收受 前利比亚领袖卡扎菲 5000万欧元的政治现金 又被指控贿赂上诉法庭法官 以获取案件的内幕消息 被当局正式展开司法调查 如果罪名成立 面临最高监禁10年 以及罚款50万欧元 可能影响他参加2017年总统选举